我要試著看看幫我的滑鼠 換回動開關 可以聽到兩個聲音的不同 可以看到它上面滿滿的 使用的痕跡 看到我玩那個承索的時候 隨便啦 反正這個並不怎麼的靈敏了 所以試著幫它換看看 這是ASUS的原廠所 Mobito 所以這個東西 值不到一百塊 可是我認為它真的是比市面上任何一個滑鼠還好用多 不過 可能 我想 那個會考過後 會想要換隻新的滑鼠 因為 這一隻嘛 就想說 我最近電腦遇到一些事情 然後 我可能會去 彈那個電子街 大採購 對 反正 它底下這裡有穿一個隱藏螺絲 用力的這樣往後推 然後就出來了 There you have it OK 天啊 我都忘了 還有我的課本東西 因為我剛補習還在沒 那不管啦 先 剛 考完端考 有一點時間 所以可以來考這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基板 可以把這個東西給你移掉 然後 這是它微動 然後我們就要把這個電線給拔掉 這就是我的指甲原因 這個東西通常都用指甲燒給它推開來 留一點指甲是OK的 就是不要太傷太噁心 那個你就要剪掉了 拔掉更多的螺絲 然後 然後 這個 滑鼠 真的是很好心的有幫你設計這個 所以你可以就直接 拔掉 然後 呃 修行點 然後 單手就 真是的 Yup There you go 整個基板就被拿出來了 我不會需要用這個 對焦 There you go 所以呢 我要換那個 它的 微動開關 我們需要用電烙鐵 把上面這些錫給弄掉 Alright 呃 我自己 已經有用一些 那個 微動開關了 可以看到 這也是我最近在收集的 然後 翻一些給大家看 呃 對啊 就 這些微動開關 這是USB卡 這個是它的滾輪 這是從一些 呃 滑鼠 丟下來的 我想 換的是 這一種 白色的 這看起來品質好很多 這應該是從一個 那個 邏輯的滑鼠 拆下來的 嗯 感覺品質好很多 那像這個 這個 這個玩意超好拆的 然後我看過裡面的結構 喔 跟你講真的是 有夠便宜的 這玩意看起來 畢竟不怎麼容易拆 所以我會想 嗯 換看看囉 Alright so 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今天只要換個救口了 請注意 就目前二夜 這個影片算是非常非常不專業的 教學 因為我沒有專業的設備 我去 就有 Alright 首先你要先做的事情 就是先 有個通風的空間 一定要通風 跟你講 一定要通風 你不會想吸那些 毒氣的 如果你要搞 這種 焊息 的東西的話 確保 它有在吹在這裡 因為 我會在這裡工作 OK 地板長滿滿的 我的考卷 還要再整理一下 Alright 然後 嗯 這個電路板 是 看到側邊 是木頭的 嗯 這表示 我們要用的電烙鐵 不可以太熱 嗯 這個東西是60瓦的 這已經太超過了 60瓦絕對可以把那些 電路板給燒毀 我已經稍微N變了 所以呢 我自己製作的這個 調瓦器 調光器 做的調瓦器 所以呢 我可以就是60瓦去控制說 我只要一半像30瓦啦 或我要60瓦 20 10 你懂的 這個 如果 你 會國小數學的話 Alright 那我們接上去 然後 祈禱它不要爆炸 現在我還沒那個 還沒開那個 調瓦器 所以 不會有事的 嗯 真希望這桌子 不要再有任何一個燒痕了 你看 有些凹凹坑的疤 這個 嗯 欸 有洗黏在上面 這個桌子基本上 就要報廢了 Alright 所以我們通電了 然後祈禱 不要爆炸 我們可以先 快樂 就是讓它 以全速運轉 然後我們等等 再看它 要 會不會回來 未來我可能會去買個 專門的烙鐵架 所以我就不用 嘿 架子放在那裡 然後我要 就直接燈水燕 咿咿咿咿咿之類的 不過有這個架子也不錯啦 總比 你一隻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這樣子 然後再電路板 然後再拿著吸 這樣子 咿咿咿 嗯 嗯 有個鐵架 至少 總比什麼都沒有 還要方便多了 對 更別提我 這個房間都是 木頭製的 喔對阿 我房間最近有點小更洞 我的床 變得 大了許多 是 我太高了 唉 好啦 那麼電量停 應該差不多熱了一下 然後我要 嗯 因為我需要 那個 兩隻手來工作 所以我要來做一個 簡單的 手機架 這個 這個 隨便個盒子 然後 用完的膠帶 剪一半 然後你就把它套上去 有 就不會動 欸 就不會動動 幾乎啦 因為這 膠帶已經被我弄 快壞掉了 呵呵呵 呃 OK 有 然後 我相信這個已經 熟了 可以讓我固定對焦 OK 吹洗器 看需不需要用到啦 這個吹洗器很爛 所以我不太會想要去用它 那我們就加一點 洗 可以看到一直在冒 冒煙 這個就是你不想吸的東西 所以我才說 在開放的環境下工作吧 來 呃 就先試著 讓它上面的洗衣融化 然後讓它有一層那個 閃亮亮的樣子 就感覺融化的樣子 有融化說變成一個新的洗衣 然後 一樣的 這動作不要 持續太久 讓它如果有感覺的話 就 趕快拿開來 好啦 那麼這些都 預熱好了 喔 好亮喔 OK 你不要這樣子拿 然後我們 可以就是三個 直接這樣同時用 然後讓它掉出去 不夠 呃 這個烙鐵頭 沒那麼大 所以 嗯 是可以試試看的 首先 就 前面兩個融化 然後就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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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用力壓 然後呢 可以看到它已經 已經掉出來了 對 然後 我們可以就是 一手這樣子 頂著 不過 小心點 就是趕快放手 就對了 因為這東西會燙 然後也是這樣 推 Alright 就得被拆掉了 這是 舊的 應該啦 應該啦 呃 對啦 我下一點光線 呃 這個是 新的 對 這是 這是 舊的 然後 嗯 這兩者看起來 其實 做工都差不多 欸 相機可不可以 推焦 呃 它對到我手指頭去 耶 那 隨便啦 你懂我的意思 對 來 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要拆 簡單 要裝很難 這是我第一次試著要把 東西給復原回去 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復原回去 這是一個很好的話說 我不希望我搞砸它 所以 一樣的就試著看看可不可以 對齊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錫 我 真希望可以先把它們弄掉 不過 嗯 我會先試著裝看看 就 加一點 力量 然後 看看可不可以融化 能嗎 好像不行 嗯 OK 有些針腳 已經穿過去了 就剩這個而已 Yes There you go 不難了 喔 有些這樣用會比較方便一點 Alright 搞定 收工 我稍微用吸吸器 那個吸了一點吸 嗯 這玩意真不好用 天啊 這35塊錢 建議大家不要買 用個鐵絲 把它繞過去就好了 Alright 可以把這關掉了 來 K There you go 我已經等不及要來檢查 這東西是不是已經被我用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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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嗯 很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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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